中央最新統計 募款金額超過了五億元 但花蓮的災情嚴重 包含秀林鄉的文藍村 居民居住的邊坡上市 出現了大面積的攤方 各種住家部分是地基被掏空 強震也重創了當地食材產業 粗估整體損失超過十億元 經濟部下午邀集業者來座談 強調食材清運會運用花冬基金協助 將比照0206地震模式來補貼 一陣天遙地動把食材都晃倒 監視器畫面看幾次 業者的心就痛幾回 不敵強震清洗 食材加工品變成滿地碎片 花蓮各地食材廠災情都不小 損失最慘重 高達八成 從當地盛產的大理石 到國外引進的原材料 無一躲過強震 花蓮三大食材加工區 都有業者受波及 整體產業損失 出估超過十億 不僅延宕出貨 清理復原更得耗時兩個月 清理的費用 我們大概就比較0206的模式 但是因為薪資上漲 還有聯物料上漲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 也會做適當的調整 面對產業災情 經濟部10號邀集業者座談 允諾破損食材清運 運用花冬基金協助 雖然比照二零一八年的 零二零六強震模式 但補貼金額會更高 相關紓困方案 則有待中央公布 而期待政府深援手的 還有花蓮繡林的文蘭村 樓空 房屋底部少了支撐 部分地級掏空 高空角度往下 大面積攤坊 近臨木瓜溪的文蘭村 房子蓋在邊坡上 規模七點二的地震後 十多戶的住家安全 變得岌岌可危 槍陣正回家園 也帶走多條性命 家屬伴喪事悲痛萬分 死者是這次地震 在蘇花公路罹難的 無性連結車司機 作為全家的經濟 蜘蛛被落實 雜重身亡 一家生活也出現困難 地震重創花蓮 居住經濟各層面 都浮現問題 截至九號最後一刻 中央統計善款 募得將近五億元 也得加緊腳步 投入災後重結 記者文家凱子 關訊陳立峰 台北花蓮報導